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目前先鋒科技 目前最常使用的 off-ear的NOVA II 加上我們的PD300 Sensor 那首先我先各位介紹一下 這台NOVA II的基本操作 是如何使用的 首先我們在操作之前要先注意一下 我們首先要先把這幾個部分要先注意一下 這個部分是接我們的PD300的感色頭 然後這個部分是接我們的120V的變壓器 然後這個變壓器是屬於我們off-ear專用的變壓器 記住這個東西一定是要用我們本公司的產品才能大併使用 那首先如果我們在戶外的時候 我們只要將這個地方插入 轉緊 然後我們的變壓器的接頭插入 然後我們另外一邊再插入120V的電壓這樣就可以了 OK那這是我們的硬體的部分 那再下來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如何操作這個部分 那首先我們要按這個電源開關 然後按第二個部分就是我們的背光 這個背光是在那種暗示或霧場 或那種看不到的日光燈的情況下使用的 那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好你第一個部分看到PD300WV1 好就是我們這一個 好Sensor的Model 好你在左邊的這個地方 你會看到74930這個 是我們PD300的序號 好然後這一個論據 好假設如果我們知道 它的 不知道它的那個 功率的話我們可以 用Auto的方式去讓它自己去run 那假設如果我們知道的話 好我們就可以選我們要的波長 選我們要的功率 我們用350好了 因為這個PD300 它最多只能到350 最低只能到350 所以我們就選350 好OK 再按Enter 你會看到我們這邊 有一個350的波長顯示 然後 我們再把這個黑色的 好這個 這個箭頭 我們把 點到這個Average這個地方 上面去 那這個Average意思就是說 我 平均 要每多少秒 雷射能量 來做平均的計算 那通常我們就是 用這個Line模式 那這個Line模式 就是說 可以讓我們 平均0.5秒 擷取一個資料 到我們這個Sensor 到我們這個Meter上 那 再來就是我們 再注意這下 這個Filter 這個Filter 這個Filter意思是說 它有分Filter In跟Filter Out 那假設如果 你按Filter Out的話 我們這個部分 這個PT300這個部分 我們就把這個Sensor 給拿起來 這個Filter拿起來 我們才有辦法做Filter Out的動作 當你Filter Out的時候 你這個 這個東西一定要拿掉 你按OK 才有它的功能 那 如果你要Filter In的話 我們把它Filter In的話 再按OK 我們這個Filter 裝進去 就可以使用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的 最基本的操作 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